知道吗 我找了你整整两年 小兔子是不是我的孩子 你到现在还以为 他是你的孩子呢是吗 当然不是了 那是谁的 对 当初被你赶出来的时候 我是怀孕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要这个孩子 我也没有理由要他 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男人 小兔子是和他生的 那他呢 他和你一样啊 什么意思 把我抛弃了 别生气啊 我随便说说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了 千真万确 对 我不希望你骗我 我不希望你再一次地骗我 你能不能看着我的眼睛 是真的吗 真的 静茹是什么星座啊 他是五月份生的金牛座 我是天蝎座 怪不得我们那么合得来 你跟他很熟是吗 还算熟吧 我工作也很忙 没时间认识太多的人 他是小兔子老师 我们一起逛过几次街 是小兔子老师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那天他说要送男朋友生日礼物 让我在这件衣服和另外一件里挑 我还不知道是谁 就挑了这件 没想到还挺适合你的 你和静茹会结婚吗 我跟他的关系 应该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实在想不明白 为什么两年你不跟我联系 为什么 你为什么整整两年不跟我联系 好了 好了 别说了 小兔子还在家呢 我要早点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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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前面坐车 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我车子就在前面 不用了 我涂了香水 味留在你车里不好 其实 我来接你还是蛮紧张的 你看我有没有什么变化 是不是长大了 就这样吧 我走了 不准关手机 不准让我找不到你 记住了吗 放心吧 我知道了 拜拜 你到现在还以为 她是你的孩子呢是吗 当然不是吧 对 当初被你赶出来的时候 我是怀孕的 我不知道该不该要这个孩子 我也没有理不要他 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男人 小兔子是和他生的 那他呢 他和你一样 什么意思 把我抛去了 与你相遇在某个伤口 所有错特的藏口 找到了理由 只要我难心疼着你 我该在乎谁 眼底勇气 小兔子 我一对恋人的眼泪 我永远心疼着你 我可以找回 遗落在一段落下 每个短暂的体会 盛开的花蕊 估计的过去试试是什么 你跟我去英国吧 我去英国干吗呀 跟我在一起 跟你在一起 我是去上班还是去读书啊 我挺喜欢我现在工作的 你就这么喜欢当老师吗 是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好吧 那我就不补课了 留下来陪你 不补了 你看什么玩笑 我们俩之所以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就是因为你妈妈让我帮你补课 你要是不补了 你是会怎么样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补课的话我们也要分开 不补的话连面都见不了了 那这算什么呀 现实就是这样的 书还是要好好念的 骗到哪儿都不待见文芒 再说了 如果我们俩决定在一起了 等几年又算什么呀 还没回答我呢 托试试的过去试试是什么 托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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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试试没有过去试试 只要我能心疼着你 我还在忽睡 眼底勇气都不会 只因恋人的眼泪 让我永远心疼着你 我可以找回 来 给你药 你放心吧 医生说没事的 幸亏那个床底下 小兔子的病情 主要是因为以前的呼吸系统就不好 吃了这些药就没事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一切有我在 我先送你们回去吧 我还是应该得跟靳如说清楚 说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不是要跟他结婚了吗 我已经说过了 我跟靳如之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况且你现在跟小兔子这个样子 我怎么能够安心地结婚啊 你以为我是故意的是吧 你以为我是故意让你看到 我们母子俩无依无靠 你以为我是故意接近靳如 破坏你们的婚姻是吗 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停车 停车 你停车你听不听见 我不用你管我 你以为我想再见到你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让我那么难受 我干吗还要再见到你 你让我滚 你把我轰出你们家 是你自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 还是我朋友的男朋友 我宁愿小兔子不在这个幼儿园 我宁愿我再也再也再也不要见到你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恨你 总结许 我心里面没有 对不起 都不要 不不得 还得翻唱 你让我正好 你被对不起 你才对不起 顾晓 这大礼拜天呢 我和晓辉放弃了逛街吃饭 开点时间来陪你 弹电视台的项目 一会儿你是不是得请我俩吃饭啊 抱小鱼吃行吗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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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谁愿意跟你一起吃饭似的 一会儿在这儿单独吃啊 我问你 你求婚怎么样了 什么 求婚 你昨天不是求婚去了吗 还拿着个戒指 我干嘛要告诉你啊 那我告诉你行吗 我和小黑已经进入 实质性恋爱阶段 昨天我俩手牵着手 走了十四条嘛 干嘛掐我呀 你说我干嘛呀 是十四条啊 是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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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员 这件衣服两三岁的小花 能穿吗 可以的 行 麻烦你帮我拿一套 好 谢谢 郭小 郭小 你看看她 你能不能坐一会儿啊 我减肥 打住 小黑说了 我要再瘦五斤 就可以牵她另外一只瘦 昨天逛了十四条马 牵的全是左手 我去洗手间 你说我进步算不算神速 是够快的 就是 都能牵她手了 那干嘛 我跟你讲啊 既然好了 就好好的啊 我知道了 小黑已经问过我了 对她以前的事情 还计不计较了 我告诉她 我说 我喜欢你 我对你以前 所有的事情都不计较 她一庸幸 就把手给我牵了呢 等你要和靳汝结婚了 我们俩也快了 你想啊 牵完手就是案子 然后我们俩也结婚 美得你 怎么可能啊 没 说什么呢 没有 说你鞋特别漂亮 一看就特别贵 郭小 我跟你说句话 你可别不爱听啊 你没跟靳汝结婚 是不是有别人啊 说什么呢 怎么可能呢 你懂什么呀 然后呢 你要再不结婚 俩都没了 开会了 好 快 开会 我来吧 好 谢谢 开会 来 在家呢 小兔子怎么样了 有没有摔坏啊 好多了 阿姨好 小兔子 阿姨好 真乖 来 坐 你怎么一来 又拿那么多东西啊 小孩子不是生病了吗 当然要多补充点营养了 你说你这个人也真是的 你一个人带他去医院 都不方便啊 你给我打电话 陪你一起去啊 来 小兔子 来 快来 快来 不用我麻烦你 我自己谁呢 快去拿 快去拿 你这个人真是的 麻烦什么样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你以后要是加班的话 就提前告诉我 我先把小兔子 接回家去 等你下班了再来接他嘛 你不用对我和小兔子 那么好 什么 我说 你以后不要对我和小兔子 那么好了 你没事吧 这么一本真经的 我会过意不去的 行了 你这个人真是的 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吗 我这个人吧 一旦喜欢什么人 就会对他特别好 你要是让我对你不好啊 我还不习惯呢 谁让我那么喜欢你啊 你对男朋友也这样吗 你对男朋友也这样吗 其实有时候这种东西 挺情不自禁的 你说 我这样是不是挺傻的 我以前也是这样 所以说嘛 我们两个合得来嘛 我打了 电话没白打了 你看那李老师表情肯定有性啊 我打的好不好 什么你打的 你看咱俩还分你我吗 去 这咱们要接着那就厉害了 电视台的包装 你想想 咱们要跟电视台搞好关系 喂 进车 吃饭了 没事 下班了吗 我和思春逛街呢 就是你昨天在幼儿园 见到的那个女孩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 去你家吃吧 思春每天都吃外卖 咱们请她吃一顿家里的 好不好 好 待会儿见 那好吧 拜拜 我去干嘛呀 怎么了 我觉得不合适 那是你男朋友家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男朋友人很好的 你不要再见外了 他昨天见到你 还跟我打听你呢 打听我什么呀 你想啊 我就你这么一个朋友 他当然要东问西问的了 你昨天见到他了 觉得他怎么样 我觉得他挺好的 你自己觉得呢 我也觉得挺好的 不过 不过 一旦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反倒是觉得不自在了 我总觉得他在犹豫 我总觉得他在犹豫 这儿都在犹豫 都沉到水底去了 沐医生 他在犹豫 都沉到水底去了 你一会儿就回去了 那是你买菜还是我去啊 那好吧 拜拜 一会儿见 你说他这个人还要不要命了 昨天通宵一个人窝在书房 现在又在电视台不知道谈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补补觉 他一定很爱他的工作吧 谁知道呢 你觉得这两件衣服哪个好看啊 都不错了 真的 拿着包 我试一下 好 来 谢谢 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到底在干什么呀你 我在逛街啊 好了 就这样 不要说了 嘞嘞嘞嘞嘞 这谁嘞嘞嘞嘞呢 这两件衣服我都湿了一下 都挺好看的 算了 要不全满了吧 你不至于吧 大哲也不用这样啊 不是 你不知道 算了 算了 反正我这个人 也是个藏不住事情的人 跟你说了吧 昨天 我在他口袋里发现钻戒了 他都没跟我说 本来我还觉得 我一个女孩子提出来住到他们家 很没面子的 一直为这个事情担心 结果 人家都已经把钻戒买好了 都怪我这个人心太重了 所以啊 在答应他之前 我得多花点钱 要不然结了婚 这些就是共同财产了 包给我 好 快进来 快进来 回来了 你们也回来了 认识吧 思纯 你好 你好 我今天给你买的好几件衣服 要不要试一试 吃完饭再说吧 要不要帮忙啊 不用 你们去歇着吧 那行 晚上就看你的手艺了啊 来 快进来吧 小肚子不需要睡觉吗 把它抱到屋里来 麻烦你了 不好意思 她在收拾屋子 让我拿下筷子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你忙吧 不会又做鸡翅吧 喝水 还在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吗 我要是生气 早就被你气死了 给波波找到工作了 他想要的工作 学历最起码大专以上 你觉得他有可能吗 我不管他怎么样 我只要你好好过 你来有什么事吗 你心脏怎么样了 你应该问你妹妹的心脏怎么样 还不错 我没故意虐待她 那你的身体呢 挺好啊 上了几天班 没什么问题 那就好 你来到底有什么事 你说呀 以后没什么大事不要来找我 你自杀不算大事 只有这样才能解决 我们之间的问题 否则事情只会越来越坏 你舍不得我的 你试试 你每次都这么说 没有我 没有我 以后过得更好 不要再来找我 我不想再见到你 睡着了 好 味道怎么样 太好了 怎么样 好吃 你得多吃点 够了够了 我真吃不下了 你还没吃呢 你就说吃不下 这是我们家郭小辛苦半天忙出来的 怎么能说不吃就不吃呢 他这个人啊 见到美女就人来风 昨天见到你以后 一顿跟我求打听呢 真的啊 嗯 他都打听什么了 问你今年多大了 干什么的呀 有没有男朋友啊 嗯嗯嗯 我什么时候打听了 跟你开玩笑嘛 你那么紧张干嘛 那你也得实事求是 你让人家产生误会都不好 他才不会误会呢对吧 你跟我说说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这个话说起来就成了 而且啊 特别神奇 要不你问问他 还是你说吧 我也说不好 他那天啊 在大街上找一个人 好像是他以前的女朋友吧 找啊找啊找啊 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 结果呢 在大路上把我救住了 他把我当成他以前女朋友了 真的 对啊 大马路上啊 嗯嗯 你跟那女孩很像吗 你还真没说过 我跟她像吗 吃饭 抓你神仙吃饭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你都没说过 真想知道啊 想知道 你也想知道 那好吧 看着我的眼睛 看到了吗 看什么 没看出来 那算了 吃饭 你看他这个人 到了关键的时候就耍花招 那后来呢 什么后来 你们俩啊 我们俩就做朋友了 然后呢 我们就互相帮忙 你帮我一个忙 我帮你一个忙 直到有一天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特别像台词 说说他说什么呀 我可不好意思说 还是你自己说吧 这有什么说不出来的呀 我说 让我们大家帮彼此一个忙 这是我们公司的广告用语 还有什么广告词不好说的呀 广告词 我一直以为是你发自飞捧说给我听的 你们就一直好到现在啊 嗯 都两年了 不知不觉就这么过去了 嗯 你呢 我都已经把我们家郭小介绍给你了 小兔子的爸爸呢 什么时候带过来让我们看看啊 等有机会吧 他是做什么的 跟他差不多 也是做广告的啊 嗯 做广告很赚钱吗 怎么每个人都做广告啊 嗯 我怎么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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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去了 时间不早了 干嘛呀 再玩一会儿呗 小兔子明天早上还上幼儿园呢 我回去了 那这样吧 我不能送你了 待会儿我还得备课 我让郭小送你啊 郭小 你发言一下雷锋精神呗 把思纯和小兔子送回去 待会儿太晚了 我怕达不到车 好啊 没问题 谢谢你的晚餐 我想我以后 大概也没有机会 再吃到你做了饭了 大概以后我们也不会再见面了 你听着 现在我们之间 已经不是什么爱与不爱的问题了 而是我必须要对你履行 我曾经对你的承诺 因为我曾经答应过你 要好好地照顾你 关心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出现任何问题 我都必须得这么做 尽管我知道现在 现在可能会伤害静如 我也不知道 我该如何更好地跟她说清楚 但是四川 我看着你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 孤苦伶仃 这么辛苦 我真的受不了 我良心上过不去 那好 如果这样的话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你说吧 你跟静如结婚 你说什么 你跟静如结婚 你凭什么这么要求我 那你也不要履行你什么承诺了 你好好想想吧 你好好想想吧 如果考虑清楚了 明天下午四点 韩恩城门口见 算了 中文字幕——YK 回来啦 还没睡啊 送到了吗 送到了 来 先喝杯水吧 累坏了吧 还好 你觉得她怎么样 谁啊 我说思纯 算挺好的 那就好 我还怕你不喜欢她呢 你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朋友的 算上的同事也就是她了 本来你也是我的朋友 不过现在不是了 那当然了 现在是男朋友了 你是不是见到思纯也吓了一跳 没想到她有那么大的孩子吧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我都吓了一跳 她才那么小 后来听思纯说 她老公已经不在深圳了 前几年就把她和小偷子扔在这儿 一个人去外地了 总觉得她这个人不怎么样 对 太不负责任了 是啊 行 我先进去睡觉了 太累了 嗯 快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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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医生 孟悠最近找过你吗 嗯 思纯 我出发了你呢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静如说清楚 好 待会儿见 对不起 你来了 你是不是等很久了 我刚才堵车我已经尽量往这边赶了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进去给你买了一个戒指 我也不知道你手的尺寸是多少 刚才服务员问我 我也没答出来 但是我 我就是想给你买 要不你先试试吧 要是不合适的话 我可以陪你进去改的 顾晓 你愿意让我嫁给你吗 你是不是还在犹豫啊 我们俩都已经认识两年了 我也不知道 这两年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边有人求婚啊 快去看看 我们会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看电影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越来越确定了 就是我不想离开你 我也不想再让你离开我 你知道吗 每次我有困难的时候 你都会来帮我 每次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都会在我身边出现 我觉得幸福是要靠自己把握的 所以我想 我想给自己这次机会 天哪 那么多人 好 这么浪漫 请问开始了 拿着 郭晓 靳如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要是敢对她不好 我第一个要你好看啊 今天 我就当你们俩的见证人 我希望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幸福 快乐 家庭美满 对了 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你不是说要回家做吗 我 我忘了 我去趟洗手间 四川你去不去啊 洗手间 我去了 那我去了啊 花给我 一会儿就回来啊 一会儿就回来啊 这都你安排的吧 啊 这些是不是都是你安排的 开心吧 你到底想干嘛呀 玩我 玩你 这么幸福还控诉我 那拜托你玩我一个试试 啊 那你怎么办 什么我怎么办 你还真把我当小孩啊 这么多年我一个人 不也过来了吗 在没有你的情况下 还真以为我离了你活不了了 不行 我得告诉她 告诉她什么 告诉她我们俩以前认识 你是我以前的女朋友 你是我以前的女朋友 你疯了吧你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告诉她有什么用 有什么作用 除了让她担惊受怕受打击之外 我和她之间也要绝交了 反正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了 就当做我们刚刚认识 是通过她认识的又怎么样呢 我是她的朋友 然后再是你的朋友 不可以吗 你们俩聊什么呢 没聊什么 走吧 晚上想吃什么呀 做什么我都喜欢吃 你干吗 我要搬到光佑那儿去 你说什么 我要去照顾她 那我呢 随便你 那怎么行 没钱给我打电话 不过你也别太不把钱当钱了 我一个月赚不了多少 不是钱的事 我知道你跟光佑情同兄妹 可真要住过去 这恐怕不再合适吧 如果她要死了呢 你觉得合适了吗 您好先生您的餐期了 谢谢 谢谢 郭小 进入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要是敢对她不好 我第一个要你好看啊 今天 我就当你们的见证人 我希望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幸福快乐 家庭美满 小姐 小姐 先生 您要点点什么 随便 你帮我介绍一下 老大 我觉得周大福的这个街市 特别好看 它特别特别适合你 早 早 坐完了 你看一下 好 来 幸福你了 拿那个手 拿那个手我都看见了 别说还真不错啊 你说你女朋友这眼光 你未婚妻的这个眼光还真不错 羡慕吧 对了 你说我是不适合戴这款 你问我干嘛呀 去玩你女朋友啊 吵架了 要不然我哪有空坐这儿跟你聊天啊 又怎么了 小事 小事你还吵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 我要争取一些做男人的权利 我要慢慢地 不知不觉地 拥有一些做男人的权利 你不知道要不然我就进入奴隶社会了 当然了我也就是争取争取 要是真不行呢 努力社会就努力社会了 进来 那我先走吧 好 麻烦你让一让 权利 臭疯 怎么样 电视台打来电话 说有意义跟我们合作 太好了 这样 抓紧时间通知大家 马上开会 好 对了 听说了吗 我们的工作时间要调整了 什么意思啊 店长正在重新分配 听说是总部要来一批人 给他们机会实践 这不就给到我们头上来了 那怎么行 我每天还要接送孩子 好不容易才调到这个班的 怎么不行 我们又不是什么样子 我们正式员工 这样 每个月的工时 还不是上头说了算 不行 我得去找店长 我这是特殊情况 早就和他打过招呼的 别自找麻烦了 到时候啊 就是他们走人 不会的 店长一直都说 我做得挺好的 他不会这么不尽人情的 听说 都有两个人被劝退了 我还在上班 晚上还要加班 去不了了 那明天呢 明天你有时间吗 明天我也有事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再说吧 好吧 好 拜拜 小兔子 你妈妈今天要加班 老师带你出去吃好吃的 好不好 好不好 妈妈 要干什么了 加班了 加班干什么 走吧 老师带你吃好吃的 走 小姐 叫我 下 就是叫你 我已经下班了 如果你有什么事 我帮你找我们同事 不是 我就是着急 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先生 你是不是要投诉我啊 我刚才已经跟您道过歉了 虽然我知道上班走时候是不好的 但是 您也不能把我往死里逼啊 不是投诉我 这是我的名片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有意愿的话 我想邀请你到我公司来工作 我们公司最近正好在招秘书 我觉得 你有形象也有能力 可以胜任这项工作 你是不是 你不想 你不想 一直在这里当收音员吧 可是我不会英文 可以学啊 我也不会电脑 贸易这些东西 也可以学啊 那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比这里少得多 那一个月多少钱呢 比这里多得多 各位 这次市电视台新开播了一个频道 时尚娱乐频道 委托我们公司呢 给他们频道进行全方位的形象包装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我们工资成就成在这个项目上 毁也毁在这个项目上 所以各位啊 拜托了 为了能够完成这个项目呢 我想我们的创意部门 还有设计部门要招一些人进来 小葵 过会儿呢你们部门你一份招聘书出来 阿东 你们呢负责排版 然后我们尽快地把这个消息散发出去 还有 各位如果有什么新的想法 新的创意的话 抓紧时间 集会在阿东这边 我们再次进行开会研究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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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看 你死了我怎么办 我死了你倒好办了 我跟翁医生约了明天做检查 我会一直陪着你 直到你病好或者你死 检查我会去的 但不是明天 明天就得去 我不去 我不去 命是我的 不只是你的 是不只是我的 还是我爸 我妈 我妹妹的 可是他们已经不在了 你知道他们死的原因 他们全走了 就剩下我 可你妹妹的心脏还在跳吗 在这儿 人已经没了 人也在 你说过心脏没有思想 没有生命 它只是个器官 只是个血泵 你说过你还是你 我经常梦脑装折 各种各样的装折 你骗人 我为什么要骗你 为了让我去治病 为了让我活下去 我以前不说 是怕你没法再爱我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是我以前说谎说太多了吧 也许吧 你会信的 不会 你会的 我就是不会 不过呢 我住那间屋 小兔子 我们去跟妈妈说一声 我们去吃好吃的了 来 过来 您好 请问思纯在吗 思纯啊 她回去了 回去了 她今天不是加班吗 我看见她走的 谢谢你啊 走 我们回去找妈妈 你真的在家呀 你不是说你今天要加班的吗 我临时 怎么了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没有没有 我本来是要加班的 但是后来取消了 你看你 那你也不说一声 我和小兔子还去你那儿找你呢 来 坐 不用了 我要请你吃饭 感谢饭 你看什么呀 你忘了 要不是你鼓励我的话 我估计我这辈子都做不出什么 像男人求婚的事了 求死了 不过 幸亏她答应了 我都想好了 她要是不答应的话 我就以死谢罪 要是她不答应的话 应该是我以死谢罪吧 你谢什么罪啊 你帮我出了一个这么好的主意 我得好好谢谢你 走 请你吃饭去 走啊 小兔子 小兔子 我们去吃饭了 本公司有一个业务拓展 需要紧急召集广告创意盘 按设计高手 如果你是其中一位人 才欢迎加入我们公司 挺好的 非常好 赶紧交给阿东 你来自己给他吧 姑奶奶 还没好呢 你就别问了 你就自己拿给他吧 那我先出去了 还有 你再帮我告诉阿东 晚上我约了别的朋友 我自己先走了 谢谢啊 小葵他们你的招聘书 赶紧设计一下 今天晚上发出来 没问题 他还让我告诉你 下班的时候呢 你不用等他了 他约了别的朋友 什么朋友啊 我怎么知道 你不会自己去问他呀 我去 你顺便告诉他 我晚上也约朋友 能不能别跟孩子睡了呀 你再这样下去 小事变大事 晚上请我吃个饭啊 你不是约朋友了吗 你不是我朋友 我告诉你 我请你吃饭可以 但我不是调节委员会的 好 行 往来 宠宠 嘿 我陈小咸 要讲故事 好 那再说一故事给你听 好不好 好 从前 有一个小朋友 他叫小兔子 他在大森林里呢 碰到了一只 真的小兔子 他们俩 就成了好朋友 喂 现在面试 都这么晚了 在哪儿啊 够了啊 我们两个人还要吃多少啊 我挺可以不至于这样子啊 我心情不好 特别能吃 心情不好吃得多那是女人 那你就把我当女的 像你现在这种已婚男人 不可能理解我的心情 我问你 你要是和一个女的谈恋爱了 是不是有一种 特别想昭告天下的感觉 有时候会吧 但也不一定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昨天我和小葵逛街 我俩手牵着手感觉特别好 碰到两个客户部的同事 小葵一下子就把手松开了 还告诉人家我俩是遇见的 那怎么能是遇见的呢 我俩从公司出来 就一直手牵着手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 怕人知道了 说闲话 那怎么 有什么闲话好说 我俩光明正大谈恋爱 再说我俩在以前的公司就认识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我承认 比我有钱的男人 有 比我长得帅的男人 有 比我对他更好的男人 没有 说完了吗 那 就这些 就哪些啊 不就牵牵手拉拉手吗 至于吗 怎么来饭店呢 有什么不可以吗 面试什么 我想 一顿饭的时间 我们可以互相地了解一下 如果你想泡我的话就算了 我已经有孩子了 没结婚吧 没有 有孩子有什么关系呢 我没有前请保姆 所以孩子需要我自己照顾 我每天早上要送他去幼儿园 每天晚上接他回来 我还要给他做饭吃 所以 如果你请我去工作的话 八小时以外我没有办法加班 还有 我孩子经常生病 所以 你得允许我经常请假 没问题 虽然 我没有孩子 但是我知道 有了孩子还花钱 如果你愿意 到我公司上班的话 那你以后 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能不能告诉我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怎么会落在我头上 因为 你漂亮 女人就是惯了 就被男人给惯了 他们是一点一点的 刺在你的底线 然后你就失去原则了 他们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为所欲为 谁啊 你朋友啊 我去一下 这么巧 陈总 我老大 你老大 认的 你好 你好 聊什么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 只是请给你吃那饭而已 我找你有事 结束以后我在买口等你 好 待会儿见 你们继续 来 长得挺好看的 比小葵缺少点妖魅 把菜单给我 干嘛 再点点吃的 你心情也不好啊 吃你的饭啊 你就看前三页就行了 邓骨贵你吃得起啊 牛蹄精里有一种硬蛋白 可以包裹肿瘤 抑制它生长 我来看 你怎么来了 来陪你啊 你不是说光就病了吗 我把家里吃的补的都带来了 你搞什么呀 谁让来的 再怎么着你也是我老婆呀 我该走了 我送送你吧 不用了 我自己走 约定的时间记得来公司 要不我来接你 没关系 我自己去 季晨 季晨 我送你回去 我自己回去 那人是谁 不是跟你介绍过了吗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不怎么认识 那你跟人家吃饭 吃着吃着不就认识了吗 他跟你说什么了 不关你的事 我怕你碰到坏人 你现在怕我碰到坏人了 我孩子都好几岁了 我碰到什么坏人 骗我跟他谈恋爱 告诉我他会娶我 会照顾我一辈子 让我怀孕了 还是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把我扫地出门 我这辈子遇到最坏的人 就是你 我这辈子遇到最坏的人 就是你 请大人 谢谢 我想做一回 端茶倒水的行迹良务 不过我发现 我好像还是不太习惯 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接受这种新关系啊 他们说这个戒指很好看 很漂亮 真的 嗯 你知道吗 我会怕你不喜欢呢 怎么会呢 当时戒指那么多 我都挑得眼花缭乱了 结果还是思纯帮我选的呢 是吗 思纯说 他以前就想帮他老公 也挑个这样的戒指 不过他今天挺怪的 我去找他吃饭 他说他要加班 结果也没有加班 总觉得他像故意 躲着我似的 你说 会不会是因为 咱们两个要结婚啊 怎么会呢 你想啊 如果每天在他面前说 我老公这个 我老公那个 他心里面 肯定会不舒服的嘛 而且啊 我知道他最近生活压力挺大的 靠他打零工那点钱 又要交房租 又要给小兔子交学费 根本就不够 他不见我 肯定是不想让我帮他 他进去这么困难 现在养一个孩子 很不容易的好不好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要不我们帮帮他吧 好啊 那怎么帮啊 我想明天 先去给他送点钱 这样不太合适吧 我们想想吧 看看怎么办 好吗 没想到你真会来 而且那么准时 我只是过来看看 看一下 看什么 看我给的名片上 公司是不是真的 还是我跟你说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 那看一下的结果呢 我不知道我能干吗 我跟你说过 我什么都不会 凭你的形象 你的气质 不应该在快餐店那样的地方工作 占一天累得半死不活 也赚不得几个钱 你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地方 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这是一份合同 我的公司在北京 这里呢 这是我公司的一个办事处 以后我每个月会来那么几次 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严格来说 你不需要做什么 就是我每个月来之前 会提前打电话告诉你 我也会 另外安排一套房子给你 每个月 给你两万块钱 当然 我也可以一开始 给你安排一下工作 在这里做 给你一点项目性的工资 每个月四五千块钱吧 然后几个月之后 我会告诉你 做我的女朋友 实际上 我不在深圳 也不会定居在深圳 这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我想 也不要那么虚伪 浪费大家彼此的时间 你昨天为什么不跟我说 经过昨天 我考虑了一下 我更加觉得 自己喜欢你这样的女孩子 我没有逼你答复 反正 我会提供给你的 盒头上都写着 你可以 仔细考虑一下我的条件 然后答复我 看见小兔子了吗 没来 没来 打电话了吗 电话没人接 是不是因为学费的事情 那我去他家看看 一会儿就回来 嗯 四川 小兔子 妈妈呢 妈妈出去 妈妈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今天不去幼儿园呢 也不跟老师说一声 你知不知道老师很着急的 妈妈让我不要去 妈妈让你不要去啊 妈妈什么时候出去的今天 我也不知道 乖孩子 一个人在家是不是很害怕呀 早上有没有吃早饭 要不要老师去给你买点好吃的 要 要 要一个 糖果 要一个糖果 好 老师一会儿给你买回来 好不好 肚子很饿了 对吧 那行了 你看着老师啊 待会儿如果有人敲门 千万不能开门知道吗 要是坏人进来 就把小兔子抓走了 记住了没有 跟老师说一遍 如果有人来敲门 你开不开门 对了 好了好了 好好在家待着 老师给你买糖果吃 好不好 不能开门啊 快进去 对不起 明镑的移动用户已关机 对不起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有话跟你说 我出去一趟 回来再说吧 我现在就要说 我想跟波波离婚 怎么了 你生也好死也好 这段时间我要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坚持不治疗 我要你死之前跟我结婚 不可能 如果你答应我 我也可以答应你 万一有一天你不在了 我和你妹妹都会好好的活下去 只要你让我有个机会 哪怕一天 戴上你送我的戒指 你不会介意 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吧 你要是不在了 我就不止离婚 还丧偶 我会答应你 做一个洁身自好 爱护自己的寡妇 至于波波 本来我以为他没心没肺 但其实也不是 我想跟他实话实说 以后他可以做我的弟弟 有时候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 还真有点心疼 就像你觉得我是你的妹妹 许悦 你要的可乐 我们离婚吧 你们聊 靳主 好 思纯打电话来说 小兔子以后不来这事儿 为什么呀 是不是因为学费的事儿 就说找到别的妹妹里去 那我先走了啊 喂 靳如 怎么了 我今天得晚点回去 我要去找思纯 思纯怎么了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让小兔子转学了 打他电话也不接 好 我知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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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